今天是提委會 提委會副主委 謝謝 陳副主委 委員好 副主委 審計部隊提委會 過去在 興建國民運動中心 他們是有提出一些 意見 但是我看了這些意見 事實上 我過去在對提委會 的這個施政報告 在質詢的時候也曾經提過 就是說我們現在資源的 分配有很嚴重的城鄉差距 的問題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的大都會中心 開始在建這些六星級的 國民運動中心 六星級的運動健身中心 台北市到處都是 但是相對的在偏鄉地區 的運動設施跟體育 資源是非常的不足喔 那麼審計部在對 你們提出的意見 跟指教裡面喔 有提到說這個 你們設定設置這些 國民運動中心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是 這個人口比較不足的地方 那他們甚至有提到一個標準喔 就是說服務的人口 要在一萬人以上喔 這個走路幾分喔 車行十五分鐘半徑的範圍裡面 一定要住滿喔 要能夠服務到十五萬人 來做一個標準 事實上我是不認同這樣子的一個標準的設定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標準設定 會讓我們城鄉資源差距越來越嚴重 不能夠因為說有人居住的不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他享受的政府的資源 尤其是體育運動的資源相對的減少 尤其在現在已經有這麼嚴重的這個 呃這個偏鄉喔 這個城鄉差距的情形之下 對這樣的一個標準的設置喔 當然我們都不希望浪費 不希望說花很多錢 蓋了一定的場館變成蚊子館 這個我們都不樂見 但是在人口數比較少的地方 也許這些設施的規格 跟設計的方向 可以跟我們都會區的這些 健身這些國民運動中心是不一樣的 也許是可以辦戶外型的 喔或者是規格小一點 喔不需要做到這麼大 因為他服務的人口沒有這麼多 那副主委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 呃報告委員齁 其實呃國民運動中心 只是我們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裡面 一個呃比較大的那一塊啦齁 那因為他預算很多 他一百多億的經費喔 對那他因為就是屬於剛剛委員講的 呃服務15萬人以上的才 才要去呃去做這樣的國民運動中心 他經費會比較大 那對於呃國民運動中心以外的 呃委員剛剛提到的人數比較少的地方 其實我們是用運動公園的方式來處理 那除了運動公園之外呢 體委會這四年內也會見 我們我們是叫做呃運動休閒會館 當然運動休閒會館主要原則上是針對呃身心障礙的運動休閒會館 可是事實上他也提供給呃老人 社區的老人在用 那這個運動休閒會館主要是利用地方閒置的空間 比如說雲林他的體育場下面 他有一些空地只要地方能夠找出空間來 那我們會買一些簡易的運動設施讓他們去用 那這個相對的資源分配是怎麼樣怎麼樣處理呢 呃就是說像你現在有一百億在規劃這些大型的這個國民運動中心 哦那你現在講的這些可以被歸類成是偏鄉的運動設施的改善的這個計畫的經費 這個計畫就是在我們預算書裡面的改善國民運動環境 我們國民運動中其實單獨有一個單獨的計畫 那改善國民運動環境是結合縣市政府 那就是我們 那現在經費是編多少 呃我們一年 平均每個縣市可以可以做什麼樣的分配 呃他他不是用平均分配的 他是根據呃縣市提報上來根據他的需求來報 每年我們其實都在 那你們現在總額是多少 全國的總額預算是多少 今年是26億 這個就是差距很大的問題啊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資源真的是城鄉非常嚴重的差距 就是說要享受到這些現在的這些五星級的運動健身的人 事實上他要住的地方也是房價最高的地方 多數下的年輕人尤其是資源比較弱勢的人 是沒有辦法居住在這些可以享受到這些福利 等於是你在資源最多的人身上又投注了100億的經費 讓他有這個廉價又便利的這個運動 這個當然大家都很高興都都很歡迎都不反對 可是問題是國家的資源的運用 不是在解決這個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而是在已經享受到很多社會條件經濟條件相對有利的這些人身上 反而又投入到更多 那變成說其他偏鄉的他本來就 而且你也知道我們很多偏鄉的地方 他小孩子可能一大半都是隔代教養的 他父母不在身邊 體育運動對他來講 不只是一個基本的權利 更是一個團隊一個責任感 一個團隊的歸屬感 在他跟阿公阿嬤住在鄉下 他沒有父母親在身邊的時候 體育運動其實對這些偏鄉的小孩來講 還是有一個特殊的意義 他是一個團隊 他是一種責任感的訓練 他是一種競爭力的磨練 一種觀念的培養 那這個相對的重要性 並沒有呈現在你們的這個 預算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上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提出來 就說你們當然是有列說 均衡資源分配是一個政策目標之一 但是我對這個 這個你們資源還是都要集中在這個 有15分鐘以內 有15萬人口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希望說你們在未來的施政 還是能夠多做考量 謝謝 謝謝副主委 我現在請教育部的代表 林市長 市長 市長 校園好 市長 你好 針對你們所謂的這個 湧起來專案 這個廣設游泳池專案 這個是你們為了要兌現這個馬英九的政策宣示 讓大家都能夠學會游泳 問題是要這個宣示一喊下去 在執行上顯然也碰到了很多的問題 包括很多的設施變成了這個這個蚊子館 這個很多游泳池蓋下去 成了一種變相的國家資源的浪費 但我不反對說每個小孩都要學會游泳 但是資源的運用還是要更為謹慎 那麼現在有一些學校 你們要求他們提出保證說不會變成蚊子館 對一些校長或者說經營這些學校來講 當然會有他的難處 因為他的本業就不是在經營 就是說他也許可以委外經營 甚至他可以開放社區用付費的方式 來使用這些游泳池 讓他不至於變成蚊子館 但是這個對於我們基層的這些學校來講 是另外一種責任 他可能會擔心他在游泳池裡面 會不會發生意外 他要提供救生的服務 他要提供他如果要開放 用收費的方式 讓他能夠有自償性的功能 讓他不至於變成蚊子館 他還要有很多很多的配套 那這些配套在你們大喊說要到處要建游泳池 在你們試著要去兌現馬英九的這個政策宣示的時候 去跟他做你們其他相關的配套 或者是基層的相關的需要協助學校 來做經營跟管理這些游泳池的作為 到底有沒有做 我在這邊簡單來跟校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我們從九十九年開始 到現在來講也才蓋到十五個學校而已 那每個學校每個地方在建設的時候 一定會衡量該地區到底有沒有游泳池 那剛才校委員所談到的像 包括像救生員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我們全部由中央政府來補助 那偏鄉的地方的游泳池啊 他的經營管理費用也是由我們中央 那這些游泳池是不是指讓學校的師生使用 還是他開放讓社區其他居民使用的這個決定的權限 是在這個學校的校長還是在於教育部呢 完全我們 還是你們有全國統一的規格跟標準 我們有統一的規格跟 原則上是希望多利用這個游泳池 所以開放給社區的人民 所以你們現在的規定是所有的 這個公立學校的游泳池 是要有一定的辦法能夠開放給社區的民眾來使用 我們有一定的辦法 所以現在全國都是用一樣的標準對不對 原則上 那如果有校長拒絕呢 他覺得他管理上對他來講是多出來的責任啊 有沒有有沒有這些問題有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到目前沒有聽說這種問題 假設有問題的話 我們也非常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們反應 我們來協調來處理 對因為如果是一樣的標準 還是希望你們要要求所有的學校 因為這個畢竟是學校跟社區之間關係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嘛 我們總是希望說社區跟學校資源上面有互通 讓這些游泳池不置變成文字館 對我們希望 讓我們有一定的這些案例跟困境 我們再另外再跟教育部來進行開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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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